而且連越來越兇狠 說陳佩琪是幹嘛 他說你是拿著現鈔 存在你的長子 長女跟次女 三個人的戶頭 他之前都沒有點到 這三個人的名字喔 那你為什麼要存到 你的子女的帳戶裡面 因為很難追查 形成斷電 所以是說 昨天剛剛講到 當查到這個保險箱的時候 這個案情就有突破性發展囉 對 沒錯 我們昨天 這個另外一個主帥 因為主帥 柯文哲已經被擠壓 另外一個主帥就是陳佩琪 昨天為什麼會出來 大啦啦的開了這個記者會 他眼下就好像跟你們檢調互相 就是說 我絕對沒有你們犯了 這些所謂不明來源罪 可是問題是他為什麼要這樣 出來開這個記者會 所以有兩個 第一個 因為這個所謂保管箱 已經被人家查獲了 保管箱被查獲裡面來說 很多東西已經被知道了 被知道之後怎麼辦 我當然要趕快出來說明 因為檢調 就像我們都講的 你有一個查口清單啊 你把查口清單弄出來就好了 對 但是在問題上 不敢這樣講 他是說什麼 這裡面來說是金氏 我的家庄 預計還有各50萬的現金 合計百萬現金 這樣一個狀況 可是寶傑我們今天 東生日新聞特別去問了 問了之後是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裡面來說的話 一個是這樣 有沒有USB 沒有USB 沒有USB 對 但是有什麼 有黃金 他這邊說是黃金喔 黃金一般我們印象就知道 黃金是金條 或是那種小魚那種 黃金 說是黃金喔 所以不是金氏 對 也不是金像链 是 是黃金 好 所以我們就講 佩琪除了喜歡聽 噹噹噹噹的聲音之外 還有另外一種聲音 ㄎㄎㄎㄎㄎㄎㄎ的聲音 金條兩個互相打出來 就ㄎㄎㄎㄎㄎ 沉重的聲音 他也喜歡聽這個聲音 他喜歡黃金的沉重感嗎 對 那裡面就放在這裡面 另外文件裡面來說 是房氣地氣 或者是說其他東西吧 他就差不多 所以看起來的話 裡面有非常多的文件喔 有地氣房氣喔 可能搞不好還有很多東西在這裡面喔 所以等於是簡單來說 檢調在查這個 這個所謂保管線的時候 應該是有豐碩的收穫 所以也就是說 因為有豐碩的收穫的時候 你看昨天 事實上這個陳佩琪在回應檢調 假設說 我檢調你根本就查到這種 什麼50萬兩個 然後這些東西來說 應該是檢調你是失敗啦 對 可是他沒有對 沒有說檢調怎麼樣 要是這個柯文哲馬上就說 這個大啦啦 我第三黨的這個政府 家裡面這樣查 他就開始會 超家滅族 會對這個檢調炮轟 他昨天並沒有喔 所以顯見他也知道說 這裡面的問題是相當大條 但是他趕快要把這個訊息 送給另外一個人 趕快說 我們真的被操啦 這件事情你要趕快 知道這件事情嘛 所以顯見 這個所謂保管箱被突破 這件事情裡面來說 的確是最近檢調發現到一個 非常重大的突破口 也就是至少是保險箱裡面的東西 沒有像陳佩琪昨天講的那樣子 雲淡風漆 抱歉如果有黃金的話 黃金一條黃金現在幾十 一條黃金來說是好幾百萬 都有可能喔 一公斤現在253萬 好那你這到底從哪裡來 不明財產又多了那麼多 假設在這裡面又發現到說 很多房氣地氣 是你們過去從來沒有申報過了 保險那還得了啊 那裡面來說 搞不好又有非常多的故事 準備要開始展開了 所以說其實裡面最精彩的 你聽到現在最精彩是 對 裡面有不明文件 對 而且檢調不是就是說嗎 他開始在查所有的 包括說像這個 除了陳佩琪 柯文哲 還有相關親人 甚至他的子女的保管箱 所以顯然還不只只有這保管箱 現在檢調都知道這保管箱 現在是這樣 原本最後一條防線現在被攻破 我們存在保險箱的東西 都已經被知道了 所以這是當然對陳佩琪來說 這是相當重大的一件事情 他要趕快出來 先把它滅火的一個情形啊 而且陳佩琪昨天除了保管箱 講的巨細迷之外 還有一個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那619萬 而且你整個看一下以後 你說那619萬 是現在整個柯文哲案子裡面 最重要的破案關鍵 因為你看起來錢幣不多 這個就像是鄭文蔡的500萬一樣 也就是這600萬 600萬流到了柯家之後 他太不小心了 這個很多的錢 照理講你要隱藏起來 你要去處理 結果你透過ATM的時候 你就露線了 對沒錯 這另外昨天他講的非常多 是花時間在講解釋這個619萬 他不是把說 我的這個財產有五大來源 從2016年開始啊 包括說我媽的錢啊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我們先生的工作的錢 還有我工作的錢啊 還有稿費 零零種種 還有什麼選舉的捷運款 他講的非常多 為什麼他要講到1628萬 這個數字呢 因為你看我們都流通那麼多錢 所以這619萬 我分6年60次去存 一點也不意外嘛 你乍聽之下沒有問題啊 對 可是問題是問題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 檢調跟你說 這619萬不是你說的那些收入 我們都 我昨天就講啊 檢調一定是把那些收入 都把它去掉 才叫財產來源不免 如果今天檢調跟你說 不好意思 這是你的薪資 我沒有看到 你覺得檢調有可能是這個樣子嗎 對 檢調當然就是 這619萬就是 你完全不知道從何而來的收入嘛 好 我們看到就是 你今天陳佩琪開了記者會之後 檢聯就透過了媒體放了話 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檢聯是在清查柯文哲 跟陳佩琪歷年的 你的薪資 稻費 演講費 你剛剛講這些錢對不對 這都已經扣掉了 對 你都扣掉之後 還是有619萬是來源不明 對 而且他說呢 我們不是認為 陳佩琪金手的錢 全部有問題 所以說陳佩琪金手的錢 很多很多 但是我們只有挑出這個619萬 是真的有問題 而且我就講 都已經扣掉了 我們能夠知道的所有的錢 都已經把它扣掉了 這些都是 那你還講這麼多幹什麼 所以顯見 就是檢調了619萬 是真的認為你這個是來源不明 到目前為止 都沒辦法解釋清楚的一個狀況 而且陳佩琪也講說 那是從他媽媽的帳戶 從2017年到2024年 提你多少錢 但是檢聯也有做了一個澄清 他說你講這些東西 你的時間 這個時間跟你ATM的時間 是對不上的 對 沒錯 你講你媽媽的時間 講你爸爸的時間 這個錢跟你在用ATM的時間 對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時間 沒錯 因為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他們爸爸媽媽的錢 是2016 17年開始進來 可是問題是檢聯 檢調認為你有問題的時間 不是這個時間 時間是兩個時間點 我就講 一個是2020年3月10號 到4月14號的35天 存了10次 另外第二階段 是在2023年的10月到今年5月 7個月的時間 40次 存了462萬 這些一個月7次 一個月7次 對 所以也就是說 事實上是這兩段時間 問題是跟這段時間 完全都連不起來 也就是說 我跟他講 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這些錢來說 之前就有來來去去 來來去去 都已經結掉了 這就是這段時間裡面 我查了這麼多 你這些 可我已經會來會去 都已經清楚了 問題是這些錢 是突然冒出來的 對 冒出來之後 那這兩段時間 你存了錢 你沒辦法說明清楚 所以我跟你講 他等於是在跟你打模糊戰 反正我1682 大於619 然後你說我什麼 我6年存了64 然後什麼奇怪 可是檢聯只有說 你在這幾個月的時間 約莫是5到6個月之後 你一共存了60次的時間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而且今天檢聯 越來越兇狠 今天檢聯也 越來越逼向他的子女 為什麼 因為之前只想說 你把這個錢存進去 存進去 存到你自己的戶頭 存到不明的戶頭裡面 只是說你用了ATM 對 今天講得更清楚了 今天他說陳佩奇是幹嘛 他說你是拿著現鈔 存在你的長子 長女跟次女 三個人的戶頭 他之前都沒有點到 這三個人的名字 今天你說跟你都沒有關係 你講得1628 你講得有的朋友的時候 檢聯接就能講到 今天你拿的現金 很清楚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就是存在你的長子 長女 跟你的次女的戶頭 對沒錯 也就是說他事實上這一次 他在ATM的理財數裡面來說 除了存到 這個陳佩奇自己的帳戶裡面來說 還存到他三名子女的帳戶 那存到三名子女的帳戶 這就令人家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是拿這些619萬 我們不知道的錢 因為這些錢是 不知來源的去向的時候 存到這些帳戶裡面來 好 那如果你存在陳佩奇 大家或許還說得過去 那你為什麼要存到 你的子女的帳戶裡面 因為很難追查 也就是說因為很難追查 你要形成斷電 對 因為如果你假設用這些錢 你存給這個子女 那OK啊 檢聯大家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但是你就是把 多出來不知名的錢 存到你的這個子女的帳戶 這才奇怪啊 所以你為什麼不從你的帳戶 存到你的子女的帳戶 就是你要在子女的帳戶裡面 形成斷電 所以這就是讓人家 起疑鬥的地方嘛 那他昨天為什麼要出來講 他顯然也要撇清這一點 我這個都是財源財權 財產來源不明 財權 財產來源非常明確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已經燒到他的子女了 如果你再這樣子下去 然後說恐怕接下來的話 真的是會往下延燒 要查得更清楚 恐怕這就是一個陳佩琪 非常擔心的一件事情 而且檢聯今天更清楚的是 你每個時間領錢 你每個時間提錢 剛剛講的這個時間點 都跟應小味的便當會 都跟這個所謂的這個 金華城拿到建造的時間 完全相符合 對沒錯 我們必須說啦 或許是陳佩琪他自己太心急 或是愛子心切造成的一個狀 或是說他們刻意為之 為什麼 因為這619萬呢 就變成是等於是 約莫等於是 鄭文燦的那500萬 也就是說鄭文燦的那500萬 因為有了現金的流動之後 被人家抓到證據 那這619萬也就是說 有了現金資金的流動之後 變成是檢調 開始盯了一個大破口 那為什麼你要這個時候 要存這麼多錢呢 或許是可能柯文哲 也拿到一些現金 反正這是小錢嘛 你就拿去用 拿去用的時候 他就想說那我就可以 把他存到這個我的資金 或是我的帳戶裡面去 就這樣子吧 你看因為第一次密集存的時候 剛好就在第一次便當會之後 第二次密集存了之後 那時間是什麼時間 是不是已經金華城過關之後 而且你要去見小城要出國之後 開始密集的存進來嘛 一直存到今年上半年的時間嘛 所以這些時間點都令人覺得起疑 所以檢連懷疑你這些事情 不是空缺 不是隨便說說 是因為你在這兩段時間裡面 多了619萬 然後跟你什麼家人 什麼薪資完全都不一樣 你有可能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我薪資突然暴增了157萬嗎 可能我在這個時間點 我薪資突然暴增了425萬嗎 完全說不過的一個狀況嘛 所以檢連的懷疑的確 我覺得他們是有所本的 那現在就當然了 就慢慢看能不能查到更明確的金流 或是說這個所謂保管箱裡面 有非常多的這個新的證據 有待我們去調查 而且更誇張的是 現在把整個這個軸線拿出來以後 你的木可公司 跟你的金華城拿到建造 跟你的眾望成立 跟你那個1500 時間都是連在一起 對沒錯 也就是說你看 你的這個建造核發 是在2022年的這個10月多 然後你在前幾天的時候成立木可 然後沒多久的時候 就成立所謂的這個眾望基金會 這樣時間點都逗了起來 而且你眾望基金會的這個資本 1000萬的話 是跟11月1號 你在Excel上面的小省1500 好像又有互相的關聯 所以想說很多很多的關聯 目前為止來說都有待柯文哲說明 也有待我們解聯繼續調查下去 有沒有更新的證據會浮現 而且你說看到現在最可怕的發展是 這個火已經燒到他子女的身上了 當然啦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假設他是真的把這些 619萬財產不明的地方 匯到他的子女去的時候 這裡面可能涉嫌到洗錢 相關的這個狀況 那如果他的子女知道的時候 保證那也有可能是共犯 所以他當然會非常擔心嘛 所以來說接下來的話 當然就是看檢調怎麼繼續查下去 原來陳佩奇家裡面有兩個保險箱 而這兩個保險箱 昨天在檢調拿到搜索票的時候 竟然帶著陳佩奇把這兩個保險箱給打開了 打開了以後當然搜索 搜索會有一個整個查核的一個清單 這裡面到底查到什麼 查完了以後 你知道今天早上消息出來以後 陳佩奇馬上公布他們家的一個帳戶 馬上強調說他們家沒有不明財產 他們家也沒有洗錢 因為現在看起來這個風向已經衝向了陳佩奇 而且有可能衝向了小孩 現在也傳說他三個小孩其實都在台灣 如果三個小孩都在台灣 如果今天這個錢真的不明財產 這個是洗錢進到了這個帳戶裡面 他的小孩會不會有刑責 這個對陳佩奇來講會有天大的壓力嗎 還有陳佩奇今天做這個動作 到底只是護子心切 還是說他也要趁這個機會公開篡購 因為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這兩個保險箱居然各放了50萬 你怎麼可能說兩個保險箱各放50萬 而且陳佩奇說法非常有趣 是因為他的先生工作非常不安定 他沒有安全感 所以他要放一些小錢 這個小錢就是50萬 以被小孩的不食之需 所以師匆看起來 陳佩奇今天解釋了很多 講了很多 炸天之下 有啊你都把張車拿出來啦 你都把車子拿出來啦 你都已經公開透明啦 可是整個對下來 完全牛頭不對麻醉 好保久我問你 為什麼是今天才要公布 為什麼 他明明他連這個商辦的這個 這個小款的名氣都給你看 然後他從2016年到2024年的所有帳目 他都給你看了 為什麼是今天才要公布 為什麼 他可以很早就公布嘛 因為今天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也說今天早上的時候你看媒體不是爆出來說 簡聯去一營查扣了 注意聽喔 一個神秘的這個保管箱 一個喔 他說的是一個喔 然後裡面也沒有收到錢喔 都沒有喔 就下午出來的時候你看 陳佩奇說什麼 他說有兩個 他分別50萬 然後兩個保險箱是我的 然後裡面除了金市之外 還有各50萬的現金 預示跟金市 今天下午我們早上知道的是一個 一個 還多說了 對他說兩個 我都覺得奇怪 明明早上我們都知道說只有一個 然後錢多少也沒有人知道 他現在說兩個 各50萬 都是50萬 然後裡面還有現金 就是現金 還有金市還有預示等等 你講這個要幹什麼 你講這個要幹什麼 你講這個人家說一個 你說兩個 你說得更清楚 那為什麼要這個 所以我們今天都被他帶去了 帶去哪裡 我們家那個619萬這分10年 10年一年100萬 一年一個月一兩次也不為過了 而且我就是拿了兩張 大家把焦點放在這裡 或者焦點放在那個4200萬 你說那個根本不是今天陳佩奇 要出來開記者會的關鍵 陳佩奇今天要開記者會 一個最大的關鍵就是 他要講清楚這個保險箱 到底怎麼回事 對為什麼 因為現在已經檢調摸到 他們真正的金庫所在 就在保險箱 為什麼之前又找不到青柳 因為顯然保險箱裡面的東西 是相當重要的 他才要另外存放 那現在保險箱 現在的這個檢調是說 他要繼續清查他們 周邊所有青柳的保險箱 所以他這樣 那已經被查了 那當然要先講 所以他現在就直接跟你講 我們我再說一次 早上是說一個 他現在說是兩個 兩個 所以你不覺得這就很怪異嗎 而且後來傳說說 當中有100萬他沒有 不是100萬 是兩個50萬 對 那他就說 是因為我的先生是市長說 我這個工作不穩定 然後就要所謂的不時之虛 然後他說什麼 檢連帶有去開保險箱 特別交代我不可以跟人家說 然後去登上媒體的這個版面 那他一直在講 顯然他非常重視這件事情 所以你看他這樣講的話 是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要打個puss 給什麼人知道 所以我們外號人看熱鬧 外號人在乎的是說 你都把帳簿拿出來了 你都把存折拿出來了 你都把金流交代出來了 結果那個東西 就是這樣研發 這才是重點 因為這才是最新發生的事情 最新發生的事情裡面來說 有人不知道 所以我要趕快把它 講出來的一個狀況 那就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就講 這可能是一個 我們接下來可以尋的線索 就是顯然保險箱裡面來說 是不是找到了什麼 然後他們非常的驚訝 那趕快要打這個puss的狀況 而且市長你為什麼這樣判斷 是因為你看了陳媒體所有的講話裡面 你說好像我今天非常坦白 我們今天家裡面就是總共有五大金流 五大金流裡面總共是1628 1628裡面那619 根本不是什麼不明財產 那我都已經跟檢察官講了 檢察官都不相信了 可是你說仔細去爬梳 你說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這1628跟那619根本是兩回事 第一個他要這個可能要打puss給不知道 說有這個保險箱被查到的人說之外 第二件事是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檢調是步步進逼 現在不是有傳言說 可能不排除要傳喚他們的子女 可能涉嫌到洗錢罪 那怎麼辦呢 這是他們最後的心防 如果我覺得父母心都是這個樣子 不希望兒子女兒被捲入這件事 那假設真的這樣發生下去怎麼辦 所以他就要設一個斷點就是說 他今天出來說明了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這個錢都是金金白白的錢 對不對 我這個有1628萬的這個五大筆的金流 你說有619萬的我在儀式洗錢 我說沒有 因為我有1628萬 那1628萬是分幾個部分 包括說他媽媽的錢 然後這個陳佩琪的工作的錢 柯文哲的錢 還有他的結餘 還有醫生的時候的 這個柯文哲醫生的錢 然後另外還有包括說他的演講費 等等一大堆 加起來算是1628萬 你說我619萬很正常吧 我這個 我這個有1600多萬了 你給我計較那1619萬 我不是財產來源不明 可是問題是 寶傑這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檢調說了財產來源不明的說話 一定就是他已經扣掉了你這些儀式 是你正常的所得 你可以繳你有這個所謂薪資的證明 然後你通告也有這個證明單 然後你要上什麼 輸的 輸也有版權的費用 什麼都有 所以這一定就是 檢調一定都是把這些扣掉 不是用說你有這個收入進來 他就是不明的這個財產 不是嘛 所以顯然檢調說的是另外別的錢 不是這些錢 但他現在就跟你說 反正我有1628萬 這個619萬 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他還說第二件事是什麼 他說媒體說什麼 我60次 拿60次來說的話 這個去存了這個錢 然後這樣子啊 好像在洗錢 他說沒有啊 我六年60次 一年10次 這個不會很奇怪吧 然後他跟你這樣講 他就說你時間你跟我說清楚 問題是寶傑 他這就是開始在呼嚨其次 為什麼 因為我目前得到訊息 是兩個時間點 是2020年的3月 他有20次 另外是2023年的這個9月以後開始 他有40次 是這兩個60次 他現在跟你說6年60次 有什麼好奇怪 把你拆開來 所以他現在跟你呼嚨 跟你打模糊仗 6年60次 一年10次又很奇怪嗎 所以他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這是2020年 那幾個月裡面有20次 對 那他現在跟你說 6年60次有什麼好奇怪 就用這樣來跟你講 所以來說 他今天這樣講法 而且你知道寶傑 他現在公佈很多證明嗎 對不對 他今天有公佈一個包括說像 他們買商辦的這個證明書 都給你 這個跟你講說 我們這絕對沒有這個 財產來源不明的這個狀況 用這樣子 用一個 我跟你講 這個吳董不是說過嗎 你公佈資料的時候 要有幾分真幾分假 對 用這個真的商辦 來掩蓋我這些所謂其他 賬戶的呼籠的地方 反正你看 我商辦買的是真的 但其他這些東西 其實 因為 為什麼 因為商辦現在很可以確定 這些真的是從他們的這個 目前為止的金流 是從他們競選 這很正常 所以他公佈部分真 那我這些假的東西 你應該懷疑我是假的嗎 不是 我覺得這一張最妙 這個是我的薪資轉帳戶 薪資轉帳戶 我說 我這幾年我也存了很多錢 有五百多萬 五百多萬裡面 剛剛講的這個錢我都把它提出來 沒有 你自己弄出來是 你每個月剛剛講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是二三三月 幾月什麼 你就是提三萬 三萬 你不是全部提出來 對啊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這整個金流來說 你知道目前為止 很多疑點 寶傑你是完全說不清楚的 另外一個是什麼 他今天如果他們今天講的 他們說現在保險箱是 柯爾文哲 開始當市長的時候 開始弄了兩個保險箱 那這兩個保險箱 那這兩個保險箱 我就講嘛 我們去查他 這個去年總統競選的時候 他也沒有申報過 什麼保險箱 也沒有申報過 裡面的這個現金 因為他說是用現金 各五十萬 現金一百萬 你也沒有申報過啊 然後你說裡面有一些金事跟玉事 你從來沒申報過啊 所以你看 好啦 你頂多說我這個財產來源不明嘛 你說我沒有申報確實嘛 他現在就用這種方式開始 反正他就是找那種 這個幾分真幾分假的訊息 告訴你 那完全讓你 好以死在打迷糊仗 反正我們現在都已經 被他搞得非常的混亂 對 你也不知道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我都不知道了 但是真正的訊息是什麼 A這個所謂保險箱 被人家破了是真 那有兩個 那請你記住 這兩個個別都是五十萬五十萬 是我的 然後裡面有金事 那裡面有相關的玉事 這都是我的一個狀況 而且你講說 陳貝基裡面常常講的 他有些東西會藏在一些小地方 這個小地方 其實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講說 我還有一些小帳戶的體力 對 代表你的帳戶到底有多少 對沒錯 他就說因為主席 現在沒有辦法寫那麼多的委託書 那我一時也沒辦法 記得那邊去也沒有空 那我像這個金額 也不是只有看到了這個樣子 所以可能也不是只有 目前我們看的這個樣子 還有後話 對啊所以你看他就是 他留個尾巴 剛才講的我現在都已經公佈了 可是公佈了以後 他又留了一個尾巴 就是說 我們還要有一些小帳戶的體力 那因為主席沒有寫那麼多的委託書嗎 我一時也不能記得很清楚 也沒有空 如果是小帳戶 你有什麼好提的 對 小帳戶就錢很少 小帳戶錢很少 就根本不值得一提 那如果不值一提 你該不要講 這句話很重要 所以這個金額 不至於到只有這個樣子 對啊 所以你知道 顯然不是只有他講的那些 他讓你知道1,628萬是 我目前為止 可以正正當當說明清楚的這些經驗 至於不至於到只有這些樣子的 其他的東西呢 我沒辦法說清楚 所以我還跟你說 他其實裡面講了很多 你都覺得隱隱中間有一些毛 有一些所謂語病 或是有一些隱含的訊息在這裡面 那他到底為什麼在今天要開這個記者會 當然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因為目前為止 人家已經公到你的最後的防線 我就跟大家講 最後的防線是什麼 對陳佩琪或是對柯文哲來講 保管箱這麼重要的東西 都已經被知道的時候 顯然你們的一舉一動 可能老早就被他掌握中 那如果只有保管箱嗎 還是有其他更重要的東西 可能檢調都已經知道了 所以他們現在可能真的要做 相關的防衛的這個狀況了 好 所以武統 我們外行人開熱鬧 內行人開門到底 今天開這個東西 陳佩琪揚揚揚揚 講了一堆的東西 講了一堆東西是 沒有錯 4300萬做了一個交代 619沒有啊 這個619是六年 當六年裡面 我每一年這樣子分開 不會很奇怪啊 然後細節就不講了 因為旁邊有人跟他打帕子 打帕子以後 619就停住了 停住了以後 就不斷地交代說 我這中間有個大水庫 中間有1600多萬 各619萬 根本不足為奇 跟你說那都是仗言法 都是仗言法 你說這才是關鍵 你說今天他特別講到了這50萬 這50萬根本不需要仔細提的 可是他卻具細明義地提出來 你說這部分是要跟柯文哲 空中竄共 當然是嘛 這個非常明顯的這個問題 他是利用今天上午這個媒體 登上版面 他下面一句話嘛 他說簡連特別交代 不可以跟人家講 但是結果會登上媒體版面 表示什麼意思 因為你們去偵查公開了 你先講 你們先講 所以我也後講 我也不怕你了嘛 因為你們先洩漏這個情資出來 然後核心是什麼 他告訴大家說金額只有50萬 然後有些預期 這裡面呢 我剛剛講有個查扣清單 他並沒有把查扣清單拿給大家看 他拿給大家看就知道嘛 大概也扣了什麼東西 那這裡面就有他一樣公開講完之後 他的律師在綠件的時候 就可以告訴他了 律師就沒有穿過問題了 因為這是公開資料 公開資訊啊 我告訴你 你裡面只剩50萬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只有柯P知道什麼意思 因為我講很簡單 你現在看來 絕對不可能這個保管箱只放50萬 任何的貪官要藏錢 那個保管箱藏的錢都以千萬為單位 阿扁以前藏多少錢 十三億 最高十三億 最高十三億耶 所以保管箱藏的錢 一定是超過一個 相當的 不會是50萬這個金額 所以我們假設好了 柯P被收押境界的時候 柯P的認知裡面 保管箱可能是裡面是一千萬 他中間就提掉了 因為今天已經過了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兩個禮拜了吧 所以陳佩琪利用這個機會 故意去談這個事情 把剩50萬這個訊息 50萬 春50萬 春50萬 他們如果要騙你 因為檢察官會呼嚨他 我把你破了 你沒有戶頭一千萬 你怎麼樣 你現在自己講多少錢 柯P可能就自己講出來多少錢 他現在先幫柯P打補針 所以他這一派就是柯P講了一個 不是50萬的數字 當然不是50萬 怎麼可能 因為柯P不知道 柯P被收押境界 他得不到訊息 而且綠件的時候 你聽我講 綠件的時候我告訴你 照樣監聽 綠件他還監聽 所以律師也不敢亂講 所以他是公開竄貢 這才是今天的目的 公開竄貢是今天 那主要講什麼 就是要告訴他裡面剩50萬 那為什麼要裡面剩50萬 等一下很簡單很奇怪 有沒有一個正常的家庭裡面 在保管箱裡面藏50萬 沒有這種人 只有一種黑道 黑道 被通緝跑路的時候 快點去銀行 對不起 因為銀行提也划不來 監控到時候提不到 可是就像我們在看那個電影 Jason Bowen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神秘的保管箱 裡面什麼 有槍 有錢 有護照 就是這種 不可能分在兩個地方 存50萬幹什麼呢 所以那個是什麼錢 那個是 你移動的金錢剩下50萬 我的大膽判斷 他主要告訴柯P這個訊號碼 然後裡面還告訴你 他其他都沒講 有表示 我快在沉澱了一下 想了一下 表示他告訴柯P 還有東西沒有被找到 不用怕 所以他告訴他 就這個樣子 他有重要的東西 可能 我只有被他抄到 只有抄到50萬 跟金銀財寶這樣子而已 其他沒有 換言之講 如果有其他的電子 電子的一些 電子的一些 冷錢包 冷錢包的話 沒有被收到 所以這個是 擺明的公開串供 告訴柯P訊息 才是他今天主要目的 然後演了一大出 講了一大堆廢話 為什麼我講這個廢話 因為他講這些金錢的事情 一點意義都沒有 為什麼 他所有的存責 所有的財務 通通被檢方查扣了 對耶 我跟你談這個幹什麼 檢方要放更快 檢方的消息其實是最快的 檢方全部把所有他們家的 相關的帳號 因為那個很簡單 我當過台開的董事 我太懂 台開以前是銀行 我是銀行的董事 銀行你知道查扣你的資產 多簡單嗎 我們有個聯軍中心 你的戶頭 全國總歸戶 柯文哲三個字打進去 所有的帳號通通出來 對 一秒鐘就幫你查扣了 電子查扣 我跟你講 不要用電話 電子查扣 我現在的檢方 輸入你的身份證字號 輸入就好了 只要台北地獎署 發個訊號出去 就全部查扣 對 所以他早就被查扣了 只要是柯文哲 跟他小孩跟他的 通通都扣完了 對 所以那個金額 他有講跟沒講 道理相同 為什麼要講那麼多 講的目的就是掩護 利用今天媒體 跟他今天被 被這個檢年搜 這個搜索 這個保管箱的故事 而釋放出來 一個重要的訊息 給柯P 然後問題是 今天早上媒體 講一句話很重要的 還有他親友的保管箱 也被搜索 對 所以這次檢年的行動 是有備而來 而且有其他的行資做後盾 所以不是一個很簡單的行為 然後他為什麼那麼緊張 就是因為他知道這個事情 非同小可 這樣今天最大的性感就是 在柯文哲家裡面 找到一個USB USB裡面 居然有個1500小診 可是這還不是最關鍵的 你說為什麼他捨不得 把這個USB給毀掉 因為裡面有個金鑰匙 可是大家非常好奇是 柯文哲懂這個金鑰匙嗎 他懂這個所謂的加密貨幣嗎 我當然懂嘛 他懂 你剛剛問了一個錯的問題 是說柯文哲看過阿扁的案例之後 為什麼還這麼敢 竟然敢做這些事情 因為柯文哲他有自信 他懂兩件事情 阿扁絕對不懂 一個叫做USB 隨時要掛在身上 另外一個知道什麼嗎 就是加密貨幣 他懂加密貨幣 來各位 首先柯文哲從2018年的時候 他就談到說 我們應該把加密貨幣區塊鏈 這種概念呢 把他引用在裡面 那時候大家也擺視不得其 你在講什麼 而且不只是這樣 他在2024年的時候 還去過我們講相關的活動 他說什麼 加密貨幣是世界的趨勢 他說台灣如果要發展的話 絕對要走在前面 所以柯文哲他懂不懂加密貨幣 他懂啊 他是專家 包括你看 曾經在2019年的時候 他曾經參加什麼 擔任台北市長的時候 就跟你講說 區塊鏈要如何運用在民生 我跟觀眾朋友稍微解釋一下 區塊鏈 他可以生成所謂的加密貨幣 也就是我們現在懷疑說 那個USB裡面 常最有的 我們講柯文哲的五億十億十五 可能就是透過加密貨幣放裡面 但是區塊鏈這個東西 是加密貨幣的根本 而且你看 從頭到尾柯文哲 你看競選專務 也跟你講區塊鏈 然後創新 我們講民生應用 也跟你講區塊鏈 總統大選也跟你講區塊鏈 柯文哲只要提到區塊鏈為什麼 整個人眼睛就發光 非常認真 他是非常認真的在研究這一塊 他曾經參訪了台灣 第一個 加密貨幣交易所的實體門市 而且他不是到了美國去參訪嗎 他到美國參訪幹嘛 他到美國參訪 也去了解 什麼叫做加密貨幣 甚至 你在台灣 只要有任何區塊鏈的講座 你就可以看到 柯文哲的身影 我們講人分兩種 一個叫Thinker 就是說我只是用腦袋想 柯文哲在加密貨幣這塊叫做Door 為什麼 因為你想想看 當時總統大選的時候 我想市長大選的時候 他就想說我要用加密貨幣 然後呢 結果到了我們19年的時候 他還真的跑到加密貨幣論壇 而且各位這是什麼 市長參訪台灣第一間加密貨幣 交易所 這個交易所是什麼意思 就代表你可以從這邊 就可以取得你想要買到加密 對 柯文哲有沒有縣 有沒有人 有沒有早日接觸 清清楚楚 而且甚至在總統大選 他也跟你講嘛 台灣要走在世界的前端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這個東西太好用了 我們講去中心化 然後你又追蹤不到他的軌跡 而且呢絕對保密房點 沒有人會知道你在那邊 神不知鬼不覺在幹嘛 所以對於現在來講 不只是我們剛才講的Casino 甚至是如果你要收匯 如果你要新匯 保雷哥現在在境外裡面犯罪 加密貨幣是包括FBI CIA 最頭痛的一塊 因為你只要使用加密貨幣 真的是非常難找 可是以前我們在講那個什麼 你透過加密貨幣 你要透過盤商 你透過盤商不是所有的資料 都出來了嗎 保雷哥這分為三種 不對喔 跟盤商買你知道那像什麼嗎 像買股票 我今天去找盤商交易所買對不對 可以買 但是呢你不能直接 我們講進行交易 也就是他只會給你一個 我們講類似帳戶的東西 你可以查看 就像你看得到你的股票啊 你的股價啊 你的漲跌 但是所有權在誰那邊 事實上還在盤商那邊 你只是擁有查看權而已 一切的交易直接有盤商 但是第二種是什麼 USB這時候出來囉 USB叫做冷錢包 冷錢包就是說我離線 我沒有連接到網路上 但是我有什麼 我有地址 我有公鑰 我有私鑰 我只要有這三樣東西 我就可以去存取我的加密貨幣 換言之 我隨時想要賣 想要買都可以 而另外一種叫什麼 叫熱錢包 我就是放在雲端的 雲端的他會有什麼危險 有可能有駭客啊 甚至有可能被人家攻擊啊 所以柯文哲選擇了USB 這個叫什麼 冷錢包 對最安全的 而且絕對不會被賬到 也不會需要透過交易所 而且牢牢的放在我自己手上 來各位 隨身碟 這是2021年喔 也就是我們剛才講到你看喔 柯文哲2021年 2019年的時候 就在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很重要對不對 結果2021年果不其然 有人拿來犯罪 也是一樣 隨身碟 也是一樣 叫什麼 冷錢包 就我們剛才講的 他擁有地址 擁有公鑰 也有私鑰 結果你看喔 拿來當什麼 洗錢 等於是我拿到了這種鈔票 我這個錢是犯罪所得 我先把它變成加密貨幣之後呢 然後再透過加密貨幣 轉到正常的管道 比如說跟交易所合作 跟其他合作 然後就變成什麼 白花花 乾乾淨淨的現鈔 難怪有人講 一疊在手 千億帶著走 對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加密貨幣 最妙的是什麼 收費絕對沒煩惱 加密貨幣就像是這樣子 你要想想看喔 今天我們剛才是不是講地址 地址就像這個保險像一樣 那保險像之後 它可以往左轉啊 可以往右轉啊 那所謂的私藥是什麼 保健哥你知道嗎 私藥就是說 我只能往左轉 那公鑰是什麼 我只能往右轉 但是公鑰事實上 是可以公佈給大家的喔 所以比如說我是陳慶晶 我是小沈對不對 柯文哲我地址 公鑰給你 那陳慶晶可以幹嘛 他可以把錢匯進去 那你知道匯進去之後呢 為什麼只有柯文哲可以開 因為你一定要私藥 才可以反方向把它轉開 所以在這個邏輯狀況下 只要你柯文哲 我的公鑰在這邊 來來來來來 一個人罷一張 這我的名片 那其他的廠商 如果懂加密貨幣的 匯進去 全部匯進去 而且大量匯進去 而且匯進去之後 他也知道是誰喔 因為匯進去之後 他必須要讓人家看到你的公鑰私藥吧 柯文哲說 這個公鑰私藥 我知道這個可能是消省的 這個可能是什麼某某集團的 所以柯文哲在拿著自己私藥 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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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打開 全部裡面 通通都是我們講虛擬貨幣 你就知道這個東西多好用 那講白了 你如果是透過這種方法 剪掉怎麼查 超級難查了 因為除非你拿到柯文哲的私藥 然後你把它轉開 但是你轉開之後 保理哥你知道發生什麼嗎 就只是裡面一大堆錢而已 那你也不知道這堆錢 是從哪裡來的 因為只有柯文哲 知道那個錢從哪來的 對 因為你必須要我們講公鑰私藥 他一定是有給你一個相對應的碼 難怪柯文哲這麼有碼 問你查金流啊 對 所以難怪柯文哲這麼喜歡USB 你看喔 他第一時間剪掉出來之後 不出北檢門口 我跟你講啦 不是啦 我不是要跟你講說 2024年三四有才知道 我是說 剪掉啊 手機有 跟那個硬碟那就編故事 保理哥 他最擔心的就是 手機跟這個硬碟 他這個硬碟指的是什麼 當然是所謂的USB嘛 而且你看到到2015年的時候 回到9年前 那時候你想說阿伯那時候還很乾淨吧 阿伯那時候還很純潔吧 NO 阿伯那時候就知道USB的重要性了 對不對 跑去光滑商場逛 結果逛著逛著 他直接突然坐在一個攤上下 你知道坐下來要幹嘛嗎 欸老闆 給我來一個啦 然後你知道第二句他接什麼嗎 你要給我掛脖子的欸 你要給我掛脖子 一直叫老闆說 你一定要給我掛脖子 誰身帶的 對 因為USB很重要 而且當場掏出2000塊 就說1300塊 記者還問他說 阿伯1300塊 你不是很輕輕的嗎 這樣才不會太貴 你說賣我們講的大牌子的 他說賣啦 一千三百萬很便宜 各位真的很便宜 如果一千三百萬 他可以承載五億 可以承載十億 可以承載十五億的重量 好傑哥你說便不便宜 當然便宜 好所以不懂 剛剛講的 現在我才知道說 原來所有的人 都懂得這個所謂的加密貨幣 我不是問欸 連小省都懂 這個小省都懂的原因 是因為他有定期 跑去這個 現在到菲律賓去賭兩把的習慣 那現在所有全世界的 有幾種一定會用幾種行業 一定用到加密貨幣 第一個就是線上賭場 因為中國大陸要出來 怎麼能帶錢出來 對 中國大陸的賭客 是東南亞主要的賭客 東南亞賭客分成三種 一種台灣人 一種中國大陸的咖 另外一種就是韓國人 這三種咖 那三種咖現在在菲律賓 有一個很好的賭場 那澳門也不行了 中國大陸的人都去裡面賭 中國大陸的人不能拿Gredit 怎麼辦 他們就把錢先換成 從人民幣先換成加密貨幣 換成優幣 就在那邊賭 那他們領錢兌現 也都是用太達幣 對 所以太達幣是在賭場裡面 通用的貨幣 然後在台灣也有交易所 那我判斷 審慶金是用太達幣 來給柯文哲的可能性比較大 因為那個是對美金一比一的 所以沒有任何爭議 那其他的這個幣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幣 那太達幣是一個 大家有交易所 但是要實名登記 要實名登記 所以即使查到了審慶金 不等於查到柯文哲收 這兩件事情 所以你還在追蹤那個來源 那還要花很多時間 那個東西很複雜 所以我在講的是說 審慶金是很懂這個太達幣的人 他本身會喜歡在這個 而且原來你要賭博的 要懂得太達幣 對 因為你辦了麻煩 以前就匯款對不對 所以沒有了 現在就直接在雲端 直接給你處理掉了 你到台灣來的時候 你的錢都已經在你的帳號裡面了 非常輕鬆 而且不會經過我們的 所謂中央銀行的管理 因為馬上就可以換嘛 所以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來講的話 為什麼我認為這個USB太重要 你看到陳佩琪講的那句話 陳佩琪對外演講的時候 什麼東西不講 就講一個 先生一小時在洗澡上大號 對 這一講就露餡了嘛 別人不曉得你在幹嘛 你為什麼特別講這一段 講這一段 其實在裡面幹什麼 他在裡面要處理這個USB的內容 對 那就變得很有意思一個問題 難道我每天在節目上面講說 檢調要來 檢調要來了 我甚至又告訴他說 禮拜五上午的六點鐘就到你家了 他還是把他掛在脖子上 對 是不是這種人呢 為什麼你知道 他不相信任何人 他也不相信他們敢來 所以他在抗議的時候 他從北檢出來抗議講一句話 你知道嗎 第三大黨的黨主席在家裡面 被人家這樣子衝進來 你又給我一個證據 給我一個理由 腳底理由 因為他已經慌掉了 他因為他不相信他們敢衝 檢調敢去衝他 他非常自信 他已經在這段一年多的 選舉過程當中 他已經變成市長 變成了皇帝了 對 旁邊都是宮女嘛 旁邊都拍他馬屁 每一個都拍他馬屁 他已經飄飄欲仙了 已經變成充滿了過分的自信 而且他不相信 檢調有可能破掉他這個東西 結果這個東西沒想到當天 進去了 破了 不是 他認為不會破 要把它洗掉 他已經把它洗掉了 洗掉要還原 還原有技術 他一定對這個有非常深的研究 因為這個東西 他不敢放在雲端的理由在哪裡 就是剛剛講的 會被人家偷走 最重要一個 我跟台灣全台灣觀眾講 為什麼我很有把握等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 非常清楚的兩個證據證明 他當天絕對把那個東西 不要五分鐘就好 丟到馬桶 對 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對 他為什麼不能丟 因為那個叫做鈔票 錢 錢 就去了就是跟著那個馬桶 衝到哪裡 衝到水溝去 不知道去哪裡了 所以他不能丟掉 所以他只能在裡面搞 搞搞搞搞 搞一個多小時 搞一個多小時 結果那檢調不是笨蛋啊 現在都是科技辦案啊 對 把他拎的東西都把它帶回去 帶回去要破密碼 要破這個東西要花時間 確實是需要 而且還去查他的系統 查他的交易情形 查他的金 裡面那個資格資金的轉換 他一定有很多很複雜的情況 我不是很了解 那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北檢故意放個消息 我有個新的檢察官 懂虛擬貨幣 對 他為什麼要放這個消息幹嘛 北檢放消息都有目的的 他每一個動作 他沒有虛招啊 他放這個消息就告訴你 就告訴你 全台灣的做虛擬貨幣的人 你們快點自己來自首 因為這個東西有很多 中間商幫他處理嘛 而且還有注意 最重要的是說 他要讓沈慶金跟柯文德知道 你們已經被我破了 當你開始那個資金移動的時候 動向 他有動向的時候 因為柯P也不排除 他有一些 他有這個對他的帳號 有特殊的指示跟交代 在什麼情況之下 有做什麼樣的移動 有這個可能性啊 因為移動的話 這個錢就不見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有他的萬全 因為他有深入研究 萬全措施 他不是個傻瓜 他非常聰明 非常有自信 所以我認為 北檢會丟這個消息的時候 當時還沒有破掉 但到今天這個情況來看的話 應該已經接近 應該已經是屬於這個解密的邊緣 你為什麼覺得今天解密了 我很簡單 一開始調小沈 已經兩次了嘛 調小沈兩次 就是希望說小沈這邊突破嘛 對 他不會 檢察官沒有笨到說 我兩手空空跟你小沈在那邊泡茶嘛 他一定有東西在我這邊了嘛 對 那我現在只差在哪些動作下去的話 我就可以證明是你了 那你這樣 就已經平臨破案邊緣的情況之下 我要臨門一覺 對 你們講你小沈快點進來嘛 給你一個最後機會 對 那小沈如果一直在玩 負於頑抗 負於頑抗的結果的話 那就是十年的判刑起跳嘛 所以現在目前我認為說 這個案子 這個USB 已經讓它 我已經讓它坐實了它的犯罪事實 對 現在我比較擔心的是什麼呢 替我們的第三勢力 替我們民眾黨擔心 萬一這個USB 我現在講萬一啦 打開來之後 最後的起訴書裡面登記 高達10億新台幣以上的話 那就不是只有金華城啊 那這個第三勢力就整個崩盤了 那所有的民眾黨的人 通通就變成GashBash 不知道怎麼辦 過去柯文哲有個大絕招 怎麼大絕招 我什麼都不知道 淨總的錢我不知道 今天木口的錢我也不知道 今天基金會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我相信我那個相識50年的同學 我怎麼知道他會出賣我 好 你說你都不知道對不對 現在人家把你李文娟跟柯文哲的對話 Line的對話 清清楚楚交代起來 接著這個Line的對話 知名媒體大客的100萬 知名食品商的50萬 而且是到你的新故鄉 這另外一個基金會的帳戶 李文娟代表你不是木口 新故鄉啦 包括眾望啦 包括木口啦 柯文哲這是每一筆錢都知道 難怪當時法官居然講 對他所有的相關這個帳戶 他都具細迷移的清楚 是吧 這個事實上 今天這個媒體報導這個東西 簡訊出來證實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李文娟這個全盤拖出啊 完全就把所有他所知道的東西 都供了 全部都供出來 所以他這一個相關的簡訊 已經可以確認柯文哲不僅獨立 而且應該是有行賄的一個狀況 然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現在光柯文哲自己本身 不只是他家自己柯文哲的帳戶 很清楚的 進總的帳 有沒有 木口的帳 新故鄉基金會 連眾望的帳 他都清清楚楚 而且喔 這整個訊息裡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兩個月內 告訴我 眾望 木口 及新故鄉基金會 會有多少錢可以用 為什麼要兩個月之內 為什麼要問這件事情 為什麼 你有一個大筆錢要用嗎 我們不知道 但可以確認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他問他 兩個月之內 這個多少錢可以用 應該是今年結完帳之後 所有進總的帳都勾完了 都已經關了 然後有剩餘的 才會問說 兩個月之內 兩個月之內 告訴我 這三個單位 有多少錢可以用 其實如果說 是確定把這個帳關完 應該就是4月8號 監察院上傳之後發現 你帳有問題的時候 到了五六月七月的時候 他們包括他們自己的 個制搖公司成立 我其實大膽假設 是不是要把這三個錢的一個金額 匯到制搖 然後所有的帳弄得 全部前進到制搖這邊 再加上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呢 七月份 那個他們老婆陳佩琪去看哪裡 去看2.7億的豪宅 所以呢 是不是代表著 這所有相關的錢 要進入到哪一個停破柱 對 然後進行相關的處理 不然我問你 佩琪可以有錢看豪宅 不然我問你 為什麼會去跟他的李文娟說 兩個月內告訴我 眾望木可跟新庫相親信位 有多少錢可以用 所以代表著 他有一個東西要處理 所以要從這三個戶頭裡面 進行相關的資金挪用 所以要兩個月之內 甚至其他的媒體也有人在揣測 是不是他跟李文娟跟李文中之間 有翻臉的狀況 所以叫你這三個帳都給我結清 所有東西全部移交給我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簡訊 透露出來的訊情相當的多 所以他就不能講他不知道了 而且你是直接跟李文娟對話的 你不是什麼事情都交給李文中的 而且你看喔 現在大家都在進一步查 某知名媒體的100萬元 處理進度 你會發現很有趣 他說處理進度 這個處理兩個字 到底是我要匯給媒體100萬 還是媒體大亨要匯給我100萬 這裡沒有很清楚 再第二個 某知名食品廠負責了50萬 到新庫相賬戶 這就很清楚 是這個可能是要捐款 然後貨幹嘛 第三個 第四個更有趣 哪一些從木可公司支出 哪一些從競選剩餘的款項支出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們現在這個支出 是要支出買什麼東西嗎 對 那很奇怪 你木可要從木可支出 木可支出不是就是 你那些公益商嗎 那為什麼 柯文哲你要問 木可支出的錢 因為木可支出的錢 跟選舉剩餘款支出的錢 是不一樣的 我問你 你跟這家公司沒有任何關係 你會去問人家說 這家公司要怎麼支出嗎 對啊 不可能啊 所以柯文哲問說 哪一些從木可支出 那代表什麼意思 你就是木可的股東啊 你就是木可的幕後的股東 或持股人 你才會去問 哪一些錢從木可支出啊 不然不是很奇怪嗎 對 我姚惠哲有辦法去問說 哪一些從木可支出嗎 當然不可能 所以剛剛講的 柯家的賬 進種的賬 木可的賬 眾望的賬 跟新故鄉的賬 這個賬 是一本賬 我跟你講寶傑不是一本賬 現在檢調在追案 就靠這五本賬 來去查柯文哲 是不是有五鬼搬運的狀況 哪五本賬 第一本 威京的賬 威京的賬 我們本來是以為是說 威京透過他自己旗下公司 可能有搬運1.8億元怎麼樣 沒有 現在最新的媒體報導 是總共兩度搬了4.3億元 所以現在這威京的賬 也就是說現在總共威京 吐出了4.3億元 來做整個相關的疏通 好 那整個相關疏通 扣除掉什麼 易小威的4740萬元 其他的金額 我跟你講 柯家有一本賬 柯家的這一本賬 是柯文哲現在發現什麼 他的USB裡面有一個 是2022年11月1號 進來了一個1500萬 所以柯文哲 這個4.3億 可能涉嫌有一部分 是進到柯家的一個賬 是1500萬 那另外還有一個 什麼東西呢 現在大家在懷疑 他可能有4300萬現金 去買房子 那這4300萬元現金 是不是跟柯家的賬 也有相關聯 而這個跟威京的賬 是不是也有相關聯 然後再來 這個木可公司的賬 木可公司的賬 我們都知道 木可公司有匯一個 450萬進入到柯的這個部分 對 所以被人家說 可能有背信罪 而這個木可公司的 這是從哪裡來 是從禁總來 所以這個禁總 有匯了多少錢 到木可公司 現在說法是 有一千多萬元 什麼我們多匯了 你要匯給我們 所以現在其實減掉 這就是從1234 這五本帳裡面去勾出 現在很確定的 威京出了4500萬 4億3000萬 4.3億 4.3億 那4.3億是怎麼去串流的 進行相關的勾金 我跟你講其實我們現在發現 我今天特別去查了 我想眾望基金會 對啊 大家都沒有講到眾望基金會 我去查 我發現眾望基金會 也不簡單耶 眾望基金會 你猜是哪一天成立 眾望基金會 是2022年11月2號成立 2022年11月1號 柯文哲有了1500萬 2022年11月2號 眾望基金會成立 成立的資本額就是1000萬 那我不知道這兩筆是分開的 還是合在一起的 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2023年跟2024年 眾望基金會總計 進來了2000多萬 結果他說他有做一些慈善 做一些公益 戶頭裡面剩不到多少錢 但是他所公告捐助的資料 完全沒有揭露 換句話說 有2700萬 進入到這個基金會 這洗錢中心 出去哪裡 不知道 但裡面戶頭 已經沒有太多錢 所以這2000多萬 到底挪去哪裡 用在哪裡 柯文哲始終 從目前帳上 完全看不出來 好瑞德你昨天就講過 現在這個慕可公司 金華城的案子 每個時間都緩緩相構 沒有想到 眾望基金會 居然是在11月2號 也就是11月1號 確定那個 有1500之後 馬上成立 更妙的是 這個時候又傳出他的兒子 而且陳貝吉就講 我是把錢 回到兒子的戶頭裡面 那這中間 有錢流到海外去嗎 你不要忘記一件事情啊 為什麼呢 那麼 慕可公司是什麼時候成立的 2022年的10月14號成立 四天後 金華城840% 榮基率就過了 對 隔天19號就趕快 大家去撿台了 動土了 那緊接而來剛剛講的 什麼基金會什麼什麼 就成立了嘛 十二點都說 十二也怎麼那麼巧呢 今天最大的週刊點是 之前都說 ATM陳佩奇 是存了100多萬 100萬 今天人家週刊直接跟你講 600萬 我跟妳講 陳佩奇應該出來否認 那麼否認也沒有用 最主要就把鐵這個廬山 拿出來就好了 鍾小平台北市議員 一直不在咬那個 4300萬的商辦的問題嘛 對 那還不簡單 陳佩奇說因為存責本 被這個聯政署給扣走了嘛 那很簡單 直接到銀行去 要求銀行把匯款單 匯款記錄跟你的存責的相關的支出 還有你的存責 存進去的錢 跟那個支出 全部印出來就好了 除了你不想讓我們知道的錢之外 其他可以公開的 包括你存機率多少錢嘛 包括你會了 你應該照理來講 你既然有網銀匯款紀錄 你一定是會了4300萬給商辦嘛 直接公布就好了 也不用開記者會 網路直接在你的臉書公布就好了嘛 已經多久了你公布出來 我今天要是陳佩奇的話 人家今天週刊直接講600萬耶 你知道一台存 一台這個等於ATM是 最多一次存20萬 為什麼 因為我有一次私房錢差一點 被我太太破獲 所以我才把現金存進去 就是20萬 就是20萬 然後呢 網銀 網銀這樣子可以匯500萬 然後各式的這種匯款加起來 包括零貴加起來 2000萬 一天就是一個人限2000萬 個人 除非你有約定跟這個 等於說你是這個銀行的 那個VIP的客戶 你可以著爭 否則就是2000萬 這些都是有機可行 你為什麼不把證據直接拿出來 一槍逼命嘛 對 一槍打死很多人 如果真的像周刊所說的是600萬 用ATM匯款的話 我告訴你 我要是檢察官 我在這些相關的金流 查了一段階段了以後呢 我會把陳佩琪再約來 連政署約來 不排除 直接把證人轉被告 為什麼 因為你們夫妻 你在幹嘛 你在對金流的部分 進行一個相關的操作嘛 對 當然是被告 所以事實上 今天這個事情太複雜了 而且呢 記不記得那個法官 在財政收押他的時候說 柯文哲掌握支配自己的帳戶 據悉名義環環相扣 精明幹練 今天就直接跟你報出來了 他跟李文娟之間的對話 你的這個等於說相關的這個 包括眾望MOOC 新故鄉基金會有多少錢 我現在可以馬上用幹嘛 所以這些錢你都可以用啊 對 這些錢你都可以用 所以MOOC的450萬的相關的匯款 那個商標權說 直接匯到柯文哲的私人帳號 說他不知道 他說他自己不知道 我問你 那募客不是有一筆一千多萬的 就這麼因為認知 那時候民眾黨是告訴我們說 是因為認知不同的 結果一千多萬就匯進去募客裡面啊 這募客裡面的錢 不就等於柯文哲自己的錢嗎 那要怎麼用就怎麼用 這有背信的問題啊 就偽造文書跟背信的問題啊 顯然這些錢表面上來講 隸屬於不同單位 包括基金會 包括募客 私人公司 包括什麼 但是事實上都是你柯文哲 可以直接支配運用的 也就是根本就是你的小帳房啊 我現在看到整個商品 我真的昏倒了 一般來講 有的人沒本事我吃小錢 有的有本事的 我就吃大錢 沒有人我看過 像柯文哲這種大小童子的 這種的一千萬的你也吃啦 上一的搞不好你也吃啦 那小草的幾百塊你也吃 聽一下哪有這種事情 而且他吃到什麼深度 吃到 他現在周邊都反了 今天北一見就開始約談 約談了以後 又是突發局前任的官員 他說現在柯文哲這些作為 所有人都看不下去了 而且台北市政府 現在人人自圍 都擔心背鍋 然後呢 所有人都開始反咬了 這個寶傑哥你剛剛說 柯文哲大小都吃 沒有 小草的幾百幾百 到最後也是上億耶 所以不是大小都吃 是雞少成多 可怕喔 毛導人這樣的啦 我們的阿伯就是出了名的金金嘛 那當然現在這個媒體所揭露的這些 都號稱是簡連露出來的 但是不是真詞是這樣 或是全部或是一步 我們現在無從去證實 但是昨天北檢分案了 北檢分案說要查洩密 這無形之中做證一件事情 真的有洩漏 這件事情是真的 要不然北檢根本不用分案 他直接說沒有啊 這些都是周刊杜撰的 根本沒有這種東西 沒有這種東西 我們就沒有洩密啊 全部是他掰的 那個如果說 佩奇醫師不爽 他就去告周刊就好了 可是北檢分案了 代表真的有洩密 好洩密是北檢的錯 但是另外一件事也證實說 有USB 有裡面的這些 可能也有裡面的這些金流 這是一個 那1500到底是1500萬 還是1500元 還是下午三點 下午三點已經是不可能的 剛剛一個大同區的里長跟我講說 那個時間我確定他正在看我 所以不是沈靜津 那個人姓陳不姓沈 所以這一點排除 那1500塊錢也不值得柯文哲一個市長 把它寄在USB上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都可以排除 那現在重點是 如果那個USB真的還有其他人的數目的話 那大家都在問了 除了金華城的這一筆錢以外 其他的錢在哪裡 其他錢在哪裡 我覺得大家都已經在敲碗想要知道 那個藏寶庫在哪裡了 那錢真的很多嗎 對 真的很多 這個一百 那個一千喔 你讓人來勤作為 那現金很多啦 我看到這個東西 那真的叫大海不擇細流 那可是現在雖然號稱 多加了一個專門辦金流的檢察官 但是我還是悲觀 什麼叫金流 你有進入到銀行體系 網路體系的流叫做金流 如果你只是現金 我一個袋子給你 然後我們上次說的 我提供一個房子一個空間說 這間房子放在那裡 你要放什麼 你市長卸任很多東西 沒地方放嘛 不然你放在這裡好 你裝倉庫用 茫茫的台北市裡面的 隨便一間空房子裡面 請問一下 這去哪裡查什麼流咧 查不到的 除非說檢調很早就開始跟蹤 這個柯文哲 然後很早就覺得他會異常去哪裡 但是現在證明好像 檢調其實還蠻信任的 他好像六月才開始查這個案子 大家都已經講翻了 檢調才這麼晚 所以我不知道說 是不是真的可以查到 藏寶庫又或者是金流 有進入網路 有進入銀行那些金流 再來講到說佩奇到底有沒有利用 ATM去存款這件事 現在媒體說有 那佩奇也承認有 他說我們現在變名人 我拍誰去靈跪 可是大家要知道 一個女生扛著一堆錢 走到ATM一直漏一直漏 也是一個蠻引人注目的事情 真的很危險 而且你知道ATM還比 抽尾路人走來走去的 你一個陳醫師 也是蠻讓人家認識的 然後你在那邊 一把一把的錢 在那邊存ATM 我覺得也沒有比較低調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大家可能不知道 陳佩奇跟我一樣 應該都是台北富邦銀行的新轉戶 柯文哲也是 他們的財產分布 這個申報裡面 主要銀行也都在富邦銀行 柯文哲他家走路幾分鐘 就有台北富邦銀行 那以你們 就是可以到富邦銀行去 他應該是白金理財的這個專戶 可以直接到小地方 小房間去直接存錢 不需要一個人扛這一把錢 而且大家知道 佩奇是坐捷運的 坐捷運你要帶一包錢 然後找到ATM 在那邊賺錢 ATM真的比較方便 可是身懷巨款 然後站在路邊 在那邊賺錢 真的不是太好看 也不是太低調 今天柯文哲做了一個動作 我不敢告 好像我真的是台灣的曼達拉伯 他現在不敢告 他現在只能歸縮起來 什麼事情 越雲淡風輕越好 因為今天約巡了沈慶晶 今天找了一個金流的高手 甚至今天講到的 USB的1500萬的確是真的 如果USB裡面 真的有一個XL檔案 XL檔案裡面 有個1500萬 確定是真的話 那只有沈慶晶嗎 還有其他人嗎 如果有其他人 那 才是阿伯最可怕的惡夢 邦拉哥先來我們講 柯文哲最擔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火燒連環船 你不要誤會了 邦拉哥我可以保證一件事情 就算柯文哲抗告會贏 他也不會抗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一旦看到這個 裁定出下來之後 大家就會真相大白 看到這個XL檔的真面目 絕對清清楚楚 一筆一筆寫在裡面 如果是那個樣子 我跟你講柯文哲的事情就大條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已經得到 驗證一件事情 這個1500第一件事 他不是下午3點 再來第二件事 這個1500 他不只只有一筆嘛 保證我訪問你一件事情 好了請問一下 USB裡面 只會有一個XL檔 當然不會 如果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怎麼辦 如果說一筆一筆發現 沈慶晶只是個小咖 後來發現還有什麼 中部電玩大亨 然後南部博弈大亨 什麼科技大佬 一筆一筆全部下來 那請問一下 那會變成什麼 所以有電玩大亨 有博弈大亨 有科技大佬有這麼多人 那會變成大型車 我有現場 保證你要理解這個概念 沈慶晶今天柯文哲 惹不惹得起 還惹得起 如果今天是電玩大亨 他惹得起嗎 惹不起 如果博弈大亨 他惹得起嗎 所以柯文哲幹嘛 好啦好啦好啦 沒有啦 稀釋你人家好了 不要再查了 我在裡面關兩個人 煩醒煩醒來 不敢了嘛 真的假的 因為這個炸下去文獎 他沒辦法收拾 是柯文哲都沒有辦法收拾 為什麼今天講白了 今天媒體包括檢調 去揭露這些戰 因為大家只是不想再開別的戰場 因為今天大家只針對金王哲 這個戰場 但你如果柯文哲一樣抗靠到底 坦白從寬 抗拒從嚴 我就不得已把 你這所有 整頭拉曲的 一二三四五個 以色友黨全部公布出來 那會很可怕嗎 那會很可怕嗎 那會死流成河 那個對柯文哲來講是核爆擊的 不是 保安國人問一個問題 如果說 因為今天都是媒體報導 如果今天檢調證明 柯文哲有拿博弈大案錢 柯文哲有拿電玩大案錢 柯文哲有拿某某某錢 那我請問一下柯文哲要怎麼收拾 他就沒辦法直接爆了嘛 但是我很好奇說 如果是一個1500萬 那有幾個1500萬 那如果有10個就1500了喔 那如果再累加起來 搞不好有給更多 那搞不好柯文哲 你如果說你今天多個1000萬 2000萬也就算了喔 如果你多個10億 20億 那你柯文哲在整個社會的形象 會完全不一樣喔 那你多個10億 20億 難怪 你改去看個1.21的大樓 我問你1500萬 需要Excel檔的紀錄嗎 當然不用 你用Word也可以 用小畫家都可以畫一個1500 都可以嘛 所以用Excel檔代表一個字 數量龐大 再第二個 需要裝到USB裡面 Excel檔我們講 拜託手機也可以裝啊 很多地方可以裝啊 所以代表說 你是有不只一個Excel檔 搞不好還有資料夾 分門別類的 你才會需要用 你做USB 專門去處理這些文件嘛 你要什麼 整理分類啊 所以各位啊 你要想想看 如果一筆一筆那些數字 全部通通的錢 你柯文哲這樣怎麼有辦法 所以你知道他這一招 是在耍LINE哪一招嗎 懶驴打滾 賴金哲罪負我 對嘛 然後就眼睛看 眼睛看著那個監視器 好啦好啦賴金哲總統 我懶驴打滾 我看著你 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嗎 因為我跟你講他也只能拖到起訴 包括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起訴書 需不需要把所有的成堂證供 全部公佈出來 當然需要 所以柯文哲他只是拖一天算一天 他現在心心念念 只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期待等到拖到起訴的時候 我現在跟你講說 好啦好啦 崩尘這沒事啦 好啦 進化這沒事啦 我也不要鬧了 我也不要吵了 為什麼 他現在每天燒香拜拜 就期待一件事情 希望起訴書 只寫進化成就好了 他只害怕這件事情嘛 因為如果起訴書說 根據該Excel檔 因為柯文哲還頑強抵抗 對不對 打死不認 那打死不認 我們現在的結果裡面發現說 跟他的口供不一樣 因為裡面有 A B C D E F G 然後全部卷宗 全部公佈在這個起訴書裡面 那保理哥他會變什麼你知道嗎 是鄭文燦2.0啊 你看一下鄭文燦那個時候 頑強抵抗結果是什麼 你開會我也把你公佈出來 你對話紀錄我也把你公佈出來 你老爸的房子很大 我也把你公佈出來 巨細迷移 對 未來後續還有我們講 北思科 新華城 台治光 地獄果散場 南港BOT案 但現在最害怕的什麼 不是六大案欸 如果變十六大案怎麼辦 如果變二十六大案怎麼辦 他說我還是不要好了 因為我後面案子還很多 所以關鍵在那個Excel檔 對 這才是錢 對 那個 我跟你講保理哥那不是錢的問題 你現在看他如果惹到不該惹的人 喔對齁 不該惹的人惹出來 他搞不好連監獄都出不來了 真的最可怕了吧 你如果惹到白的明面的就算了 但如果你今天拿的是黑的 是有些奇怪的 在監獄有私利 我跟你講 柯文哲會倒大美 所以對方來講 現在只能認賠殺出 反正金華城這案 就當作我倒霉了 那緊接著來 我現在看的是未來 我其他案該怎麼處理 統整起來之後 我未來還有沒有機會出來 所以柯文哲基本上在金華城的案 光這個USB 這個咬到不該咬的人 就已經讓他認賠殺出 所以說的啊 原來搞的拜託他今天不抗告是 第一個 你抗告當然不會成 可是別人不抗告 抗告不會成野狗啊 他說現在最好是 大聲化小 小聲化無息事 息事令人 因為他不能讓那個USB 裡面的東西弄出來 那USB裡面真的有很多 其他的人嗎 有很多不同的金錢嗎 問題真的很大嗎 這個USB 到底有沒有這個USB啊 從這個台北地監署的 相關的發言就可以看得出來 雖然他們今天揚言 用他自然來偵辦洩密碼 我贊成台北地監署這樣做 以求至輕說 消息不是你露出去的嗎 他們用八個字來形容叫做 不予置評無法證實 這個東西出來以後 真的對阿伯來講 是一個核爆級的災難嗎 我告訴各位啦 有關於那個什麼 這個1500 不是馬上就有政客馬上說 哎呀或者酸民說 那是1500就下午3點嘛 今天馬上就打臉你了 馬上把柯文哲的當天 2022年的11月1號下午 整個行程弄出來給你看嘛 要死不死 剛好那天下午2點多的時候 他到了大同區的相關的 那個相關的李民活動中心嘛 兩家電視台剛好又拍到 當時的時鐘是2點多 他3點離開 3點半的時候到達另外一個地方 當時他的民政局長 藍世聰陪同嘛 還有一堆里長什麼東西 媒體都在都拍到嘛 那我請問你 你能不能跟我解釋一下 那麼1500的下午3點 怎麼回事 當然你也可以告訴我說 如果按照他們很會瞎掰 很會掰 他們就會說 那是剛好車子開出去 然後開到路口的時候 門打開 剛好有個叫小沈的人 就坐進來 聊了5分鐘就下車了 你也可以這樣掰嘛 隨便你掰啦 早在上個禮拜就已經跟你講了嘛 你們要掰四位數的說 那是15004下午3點 三位數你怎麼辦 我記得我在這個節目裡面有講啊 三位數你怎麼辦 三位數你怎麼不能跟我們掰是 凌晨2點 凌晨3點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明後天大家靜觀其變 看有沒有進一步的這個 等要靜後加音嘛 不客氣的說啦 在2014年10年前 當時柯恩德還說他是墨率的時候 當我所認識的一些金主 也就包括台獨金主 包括我所認識的廣播界的巨破媒體的大亨 這些人是怎麼OA你的 那些錢你有申報嗎 一直到現在吳董所說的 那麼代華修行1000萬 你有申報嗎 這些全部全部加起來 這10年之內 那麼多的錢 還有很多很有名的 這個等於說台灣知名的相關的人物呢 幫你幫你召集這些 所謂的有錢人這些金主啊 為了幫你這些相關的錢 你有申報嗎 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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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在講金華城 都在講目可政治先進弊案 都在講五大弊案 就你們民眾黨 你們從頭到尾 談的都是用政治力要介入這個 所謂的司法案件 你們才是真正的新黨國啦 你說這個東西非常妙就是 我們在講喔 剛剛瑞德幫我們講 你7月說你要成立一個公司 然後呢你的10月14號 就成立了目可 成立了目可之後 10月18號 就核定了金華城的建案 我們在講喔 我跑市政府那麼久 最麻煩就是搞建造 建造你根本不知道 什麼時候下來 上來感恩戴德 怎麼可能說 你這麼有把握 18號拿到你19號 就可以辦動土 你說這個東西 充滿了學問的 對 它10月19號 確定是開工典禮 那個大張旗鼓啊 那個大宴賓客對不對 對 還有龍武師 他憑什麼有把握 18號一定會下來 對 因為為什麼 你知道吧 因為這個19號的這個請帖 已經發出去了 所有台北市政府的官員都知道 對 市長當天要在這裡 所以他就用市長抵達 開工典禮破土這個事情 對 來強暴市政府的官員配合 你飛給我建造不可 倒推法 所以搞的市政府的官員 就雞飛狗跳牆 就有一個必須完成時間 Deathline 最後期限就是18號 對 18號 為什麼18號重要呢 因為18號完了以後 就才有11月1號 對 所以11月1號那個1500 是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目前判斷是金額嘛 對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他寫這個幹什麼呢 那我的話 你如果 你總共 假設我只拿3000萬紅包 對 你給我1500我也拿就算了吧 那有人記帳幹什麼呢 沒有記帳 沒有記帳嘛 這個金額很大 或者很多比 還有很多比 比數太多 比數太多 我現在不是講審慶金比數太多 還有什麼 還有其他的企業家 所以為什麼我現在想通了 為什麼北檢要派一個年輕的 懂得搞這個金流的專家 我問你嘛 如果裡面出現了100筆200筆的各種 各式各樣的人物企業家 有些不見得是有對價關係 對 有些比如說台中某個什麼大亨 對不對 送他1000萬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辦 你劉寶傑送他1000萬 那我這個檢察官我怎麼處理 你知道嗎 我把你劉寶傑帳 全部給你翻天搞一片 你昏倒了吧 我把你劉寶傑三個字 你上面也寫了一個1000 對 寫了500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把你所有劉寶傑 在台灣銀行所有的帳號 跟你的人頭帳號 往來帳號 依次電腦用AI下去給你操 不要嚇我 當然一定這樣子幹啊 不然他莫名其妙公布你 他要弄一個叫做ATM的一個金流專家 你現在在幹什麼 我告訴你幹什麼 你知道 你們這些人 給過他錢的人坦白從寬 支持台給我北檢報照 支持台給我 因為我通通可以查出來啊 所以他 我想半天 因為他就是搞虛擬貨幣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專家 所以現在所有虛擬貨幣的交易所 都把東西拿著 你要什麼馬上給你 他不 我認為啦 北檢故意放這個消息 告訴你說 我有一個這個人來了嘛 當然內行知道這個人來 會什麼叫災難會來臨嘛 這是第一個嘛 這是專業 然後還有一些有送過他錢的人嘛 有送過他錢的人 他如果他知道一個帳號 他可能可以超出1000個帳號 那這個問題多麻煩你知道吧 我搞不好 講難聽 吳子佳可能養了一個小三 對 我每個月給小三20萬 媽給你搞了 小三帳號出來 我瘋掉了嘛對不對 就為了我送給柯文哲一千萬 結果搞我小三 結果可能搞三個小三 哇 變成 因為吳宗憲告訴我過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吳宗憲說他們在桃園辦案的時候 當年辦桃園案子的時候 他有幾個起訴的嘛 有些人沒有起訴 但我問你 過程中他有沒有監聽 當然有監聽 有沒有監控 有監控 那有監控有監聽這種東西 他知不知道 職業道德不能講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講就是說 你查到我吳子佳有送錢給柯文哲 然後我也送錢給我的小三 結果小三帳號給我曝光 那我不是昏倒 所以你知道意思嗎 那為了 這個對小三算不算是個資法要保密耶 不知道 你懂我意思沒有 所以我就想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第一個 北檢突然間派個高手進來了 然後公開 那大家都知道 然後第二個 柯文哲怎麼會有一個登記帳的動作出來 而是Excel恢復的 Excel恢復表示Excel不會只有寫一筆 當然 一大堆 那是個表單嘛 那這個表單如果都是帳號的話 才需要有時候高手出來清啊 那個清帳的時候 那個是好幾萬個帳號在那邊交叉比對 所以這個事情到最後難看 可能最後我們發現了 柯文哲現在家產萬貫 可能有二三十億的富翁 這才是台灣的笑話 我們下集了 我們下集了